謝謝 親 你好嗎 說愛心 嗯 我為什麼都沒有打電話給我 嗯 我沒事 你好嗎 沒事 晚了好 有沒有感覺這樣好 在一起多久 多久 苏秋朗 一年 是一年又一个月 你们就没有记住 正好 交织的命运即使被迫分开 还是会突破重为意外相遇 今天原本是妹妹的生日 海清和品君约好要一起帮妹妹庆生 可公司会议拖到很晚才结束 严非得知情况 觉得过意不去 主动申请送妹妹过去 顺便一起帮她庆生 没想到一年未见的海清 已经有了男朋友 严非强装镇定 控制自己思念的情绪 海清也好不到哪去 一直猛喝酒 直到把自己喝吐 这一刻的思念纠缠着彼此 他们互相吸引 谁都无法克制 谢谢 你还好吧 苏海清 直到品君的出现 海清借口给妹妹送生日礼物 来严非公司 谢谢 你太有心了 还专想跑一趟 严总监还没来 他就晚点进来 得知人不在 就很失望 还好电梯打开的一瞬间 两个思念的人终于见面 严非也顾不上这里还是公司 现在只想找个安静的角落拥抱彼此 海清心里很矛盾 他爱品君 却更渴望严非 终于两人还是打破禁忌 走到了最后一步 虽然当时很快乐 可事后海清又很纠结 他舍不得品君对他的好 又摆脱不掉严非对他的诱惑 你真的好矛盾 你能想吃我 打电话给我 知道了 你先打一次电话给我 发信息 海清难得都为品君做了顿饭 他想对品君好一点 你买新洗把筋啊 好香啊 没有了 这是小贝借我适合的顿饭 好香哦 再见回家 颜非的妈妈突然出现 为了帮颜非圆晃 Jimmy只能假扮室友 借口出差落荒而逃 颜非虽然心里过意不去 但却很感谢男朋友的做法 颜非和海清 虽然不能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却经常偷偷出去约会 相对的 他对颜非就越来越没有耐心 以前是傲娇爱耍小脾气 现在完全变成了高冷女王 天师我吃不下 我想要你跟我一起吃吗 我不要啊 你自己吃啊 平君当然不是傻的 他能感觉出海清的冷漠 直到他发现了 海清的素描本什么都明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